一開始來看的是 賣了鄉民自救揮 早安再一次發動抗議行動 幾個月鄉民自接受賣了 管理部 行政大樓進行 表達六行的訴求 包括要求 鄉民在輔助鄉民的健保的專業 當時拼借共產黨員 做健康風險兵購頂頂 李丁青書是由六千富裕來接下去 他代表要專告給共識 鄉民也要求愛迪五天來 提出本業待會 我們沒有發動更大規模的空情 我們在臺灣進行 會跟建交合作 輔助我們民 跟不得了鄉民的主題 跟台叔 和六行就業 鄉民也要求鄉民必須要 支付不得了鄉民的健保費 提出將林農民 臨集了一千公斤的價位 相當是這次大會 所作成的榮譽順勢 應該要盤看生學標準來過上 鄉民臨人願再向 控育民情的定情書 表示會關緊處理相關問題 雖然六行管理保護 你鄉民也向財政的民眾標示就欠 不過不會了一句話 要求台叔要在五天來回應訴求 不然會發動更大規模的空情 現在鄉民鄉文臨報道 本年不會了鄉民 提出六行訴求 行政令五頓他自己標示 在七月三十個開會時 達成共識的部分 台叔已經答應了 現在主救會自己拿出來訴求 就要看台叔是不是管理來接受 那是無法處理 只能走公開救分 在公開救分 吳安徽主委就是婚臨管理所提分 就要請出出面來處理 台叔在婚臨賣了 六行七月以來少年選人 辯德會引起民眾控制 今天集結局 反對六行五項劍案 六行全庫停工案件 也要向台叔提出六大訴求 行政議長五頓他表示 七月三十開會時 已經有些特性共識 台叔也已經答應了 健康檢查的工作 台叔也應允了 至於後段 有部分的 以自救會的名義提出的 那就看台叔 他本身對於這些要求 是不是願意接受 或者有沒有道理 五頓議共調 那是後續上官條件處理不成 剛才當請婚臨管理所提婚 請先出面蓋館 那如果處理不成 要把它當作公害糾紛的處理的話 那公害糾紛處理委員會 是蘇智芬縣長 依法是主任委員 那就應該由他出面 進行公害糾紛的處理 中央將處理官辦公台行政婦 就是希望這百塊不成功到中央 剛才六輕大會 不然剛才中科四季 共同情話跟六輕五季 這三行刀主案 也都未臨很大的傳播壓力 是不是對五島三前做成獎劫 也希望他繼續關心的重點 記者綜合報道 華連共同鄉 鄉代會嫁護主席的選舉 傳出一票五十萬的行政 會選十一的鄉代 長期三十九次 並且倒票三次出現 副主席的醫藥 全部被檢查大會盡順 不然有部分鄉代已經脫迹了 不過被懷疑 社長會選的新人的嫁護主席 要在這裡接受順忙 華連共同鄉代表會 聽說嫁護主席可能以五十萬一票 由獨達選選組這個鄉代表來買票 禮拜二十時 大陸憲兵出現在華連的減少 將選選完畢的公共鄉代表會主席 林太郎 也有副主席萬英哲 都當十一的代表 全部帶到華連調查站來信聞 還有幾個點我們做一個相關施政的查證 在宥丹過程中 所有向宥丹的鄉代對主席或主席的選舉 聽說會選都是表示自己不說 你沒中票回到林太郎 跟萬英哲的鄉代 竟然是大聲化完翁 華連帝檢視表示 社長有人不是支持這組好選人 不過檢查官還會進一步調查 社員買票和收錢 這間是不是有對極關係 也還有多少人涉案 李慈晉雄 張教授 一月沒有認金銜跟英雄媒 這五位鄉代 在這次讓他送得減速 今日方正成立後 以小安政會比較輕 讓他們五人都回去了 另外這次的華連官 還會向鄉頂選舉期間 因為三位候選人全部都寫票 包括鄉頂 運行和另外兩位國民黨 一位候選人 臨管水和黨文公 都先好放棄了 作成投票日說給鄉頂選舉 所有候選人都在乎乖 現在連鄉代表主席選舉 都聽說可能買票 也創下台灣主題蘇生的紀錄 記者中下報道